我喜歡戲劇 反拍或沉重一點的劇 你在過去的經歷裡拍了很多 難得有機會可以 因為我都覺得自己有少少起感 看對手怎樣跟你撞 那時監製跟我說 我的角色李志浩 其實是一個昂直的大陸青年 但後來再轉一轉 才變成整件事扭轉了 但我一開始覺得很過癮 因為我經常覺得 做一個奸角一定有事件 因為它而發生 有事件有角色發生的時候 你一定有事做 有得發揮 其實是一個挺過癮的 如果做好人 你坐著做好的反應 或者沒有特別事發生 我又覺得好像小感天滿足感 但是那時你都未出去 未至於罵你 但是你會感受到那種不屑的眼神 你會覺得人家 總是覺得這個壞人 特別是當你看到一些在街面對面經過 有些媽媽帶著子女行街的時候 因為我當時做的角色就是正正 所有媽媽都不希望子女會做到 他就是不認 媽媽不認老婆 那些 你會感覺到他那種不友善的眼神 而且過了你沒有多久之後 他還會說 他沒有回頭 但我聽到他還會說 這個就是那個壞人 你千萬不要學他 那你有時覺得挺難受的 但是始終會過的 當你拍了久了的時候 你天天都在難受當中 不是辦法 有些人教我 不如從另一個角度看吧 那你也算是成功 那些人才會這麼討厭你 要不然 絕對不會這樣 那就自己安慰自己 過了一日子 好玩 非常好玩 因為跟阿Mo合作是很開心 阿琳玩得 之前我跟他不是很多合作機會 所以這次我覺得他是 另一個人聯絡 阿琳是這麼好玩的人 說話 還有最好是什麼 因為我嚮往了陳豪咖啡很久 但我一直都沒有機會喝 這次開過主景是Coffee Shop 你知道那些機器全部是真機來的嗎 阿Mo所以就是他每天都在做咖啡可以 我們等候空檔時間 他經常做咖啡給我喝 他說一杯咖啡 你可以品嘗到有多少種不同層次的味道 那我就在學習 雖然我拍完之後都學習不到 但是也是一個好的經歷 我要求不高 我知道我喜歡喝牛奶 所以我喝了就是辣椰的 但是陳豪咖啡不要加奶 哇 二十四味 他說你不要這樣望下段雨 你嘗試慢慢品嘗 應該有七種不同的果味 我品嘗不到七種 應該有一兩種都可以的 嗯 你呢 我認識了嗎 然後我看過了 你呢 看過了嗎